真口味,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和靚波王 他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也都遠近馳名 靚波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肆 嘗一嘗靚波之味 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com 我有個問題困擾了很多年 Tina說她有答案 各位聽眾有沒有留意到自己冬天是有英俊 或是美女 這件事我從小學的時候已經留意到 因為冷縮熱漲的關係 在冬天的時候毛孔會收縮 自然地皮膚看上去會白和滑 還有輪廓會收緊 啊?如果我相信了Tina 我是不是有多個問題呢? 五個一夜情 It's alright 星期一至四晚十點 五個一夜情 早就這麼愛 靚波王速新推出赤板屯骨煲 鮮辣新口味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 和靚波王 他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亦都遠近馳名 靚波王 仍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肆 嘗一嘗靚波之味 即打23990812 或嘗 www.23990812.com 中國富強金融集團 股份編號290 專注服務中小型資本市場 提供證券買賣、資產管理、財富管理及品牌推廣 助理把握先機 香港許願節2012好玩在你我 由盛市基金贊助的香港許願節 將會在今年大年初一開始 舉行一連串極具本土色彩的新春活動 重點推介活動包括 萬家點燈賀添丁 群龍許願共創建歷史 鬼馬造型拋寶蝶大賽 兆關歌舞盆菜營元燒等共11項精彩活動 活動期間還有免費專門巴士接送 想盡情體驗傳統節慶特色為親友送上祝福 你都快點打報名熱線 26388026 話上www.lampsuen.com 參與詳情啦 靚波王 靚波王速新推出赤板屯骨煲 鮮辣新口味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和靚波王 他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也都遠近馳名 靚波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事 上一場靚波之尾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com 天馬電影賀歲喜劇又來了 恩子丹 吳君如 古天樂 陳惠霖 杜汶澤 洪代林 黃百明 楊覓 吳千羽 劉子千 一齊陪你 笑著歌連 恭喜發財 龍馬精神生生猛猛 龍年行大運 龍精苦慢 切入平安 大家都開心心 身體健康 希望大家支持我們這部可睡片 八星抱起 恭喜恭喜 1月20號 八星抱起 我們不是政治人 我們不信靠人的能力 我們對公義的執著和實踐 是出於對上主的轉向 星期四晚八至九 天外有天 香港人網 香港人網 早就這麼說 熱血政治 翻天覆地 玉敏大運的時候都講過 和那位不知名的民主黨人士的衝突事件 玉敏的兒子在大陸被捕的時候 是不會影響到他政治的立場 這個是很堅信的 我是曾經和一些很知名的高級知識分子 去討論過這件事 而是某些人他們都會覺得 你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 我心想你都傻傻 有人投貢投貢都這麼傻傻奔波的 早朝天下 黃楊達 黃毓民 好 回來早朝天下的時間 毓民我們做多一會 在你過去東區法院之前 這件事的所謂衝突 沒有太多評論 但是引申的延續是 去到你召開記者會 大家都激烈討論 包括我們這個節目也激烈討論 就是毓民你往後的去向的問題 進退 對 進退的問題 很老實 以我們對你的認識 你不會因為這件事而退 當然 這件事對你來說很小事 但是你覺得往後的路向是 是不是真的要休息一下 還是你覺得已經夠被 哪有夠被 沒有夠被 這件事天天都要做 抗爭不能停 即使我們 譬如我不選立法會 或者 我在人民力量核心上 退下來 但也不代表我們不抗爭 只是換個平台 對我來說 我明白 但是以整個激進勢力的架構來說 在一個抗爭行徑中 與此同時擁有立法會議席 這個組合 其實是有它的法律作用 以前有一種說法 在社運界 他很討厭政黨 或者所謂立法會議員 所謂的體制內外抗爭 這種論述 譬如他有一些比較激進 就是整個體制都否定 你參加立法會選舉 你都是進入建制的 有這樣的論述 但是 後來發覺 譬如我們做了議員 或者社民電成立之後 你發覺原來 那個體制內外 它是可以結合的 你有立法會的平台很重要 還要視乎哪些人在立法會 多過黃承志 這個蕭若元說的 但是你多過長毛 多過沃敏 在立法會裡面 作用就很大 這個是事實來的 所以這個體制內外抗爭的結合 是有用的 譬如我們已經表演過很多次 包括那些社運人士搞過反高鐵 都是我們給他們的平台 那個台是我打給他們的 錢是我們給的 威是他們去拿的 我們在裡面就打拉布 是互相結合的 你明白嗎 這個作用是你看到出來的 當時他們的人來找我談 包括查言經輝 朱凱迪等一堆 那些人來我立法會辦事處 談反高鐵那件事的時候 我們都是全力去協助他們 然後就等這群八仇後的 年輕人站在台前 結果那個運動很成功 我們就是默默在後面 以及我們在議會裡面就打拉布 當時打拉布只有我和大舅 大舅拿了 我們拿了八個提案 分給泛民的人去提 結果劉慧卿不准我們去討論 只是說獨個提案 那就打不了拉布 如果我每個提案在財委會裡拿出來 可以成為一個 Motion 在財委會裡面 然後就要討論 那拉布就可以很長 對不對 所以後來 譬如7月13至15日 包圍立法會 當時已經把替保方案收回 我們都包圍立法會 原先打算出面包圍立法會 我們在裡面打拉布 我和大舅準備了1,100條 修訂案 現在開幾天通宵 這是在議會裡面做的 利用我們做立法會議員 可以通過議事規則 讓我們打拉布 或者在議會裡面抗爭 議會裡面抗爭 不一定是用肢體衝突的 議會裡面抗爭 還可以包括癱瘓他的議事 癱瘓他的議事 就不一定是用肢體 推倒他的地方 令他憂會 而是通過議事規則 容許的 譬如我可以提修訂案 任何的法例易讀 我可以提修訂案 你修訂案提出來的時候 每一條可以說15分鐘 每一個人 如果只有10個 民主派的 他不會陷害 很多小黨在外國議會 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專有名詞 所以我們在議會裡面 可以做這些事情 議會外面幾千人在這裡 壓力對政府是不是很大 其實就是這樣 但是各方面可以配合得到 反高鐵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至於反體補方案 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如果不是我們 那次七一遊行 那麼多人 你倆把他收回 收回到現在 他認為是沒有牙老虎的 只是我不准你辭職再選 那個位置決了 都是要補選 其實這樣能阻擋五區公投嗎 阻擋不了 不過政治現實就阻擋到 因為沒有人那麼狠 做這些事情 他會阻擋到你 會阻擋到我 你為了一個這樣的原因 去辭職的人 你就不能再選 現在已經是針對性了 現在已經是針對議題 變成針對人 針對人 針對黃毓曼 針對陳米業 針對這些人 你不需要針對何俊仁 如果兩個政改方案都支持投爭成票 是吧 所以變成他覺得 可能跟共產黨研究過之後 覺得是 即使我們現在移到 這個替補方案 剩下 只是辭職的人半年內 不准再參選 是吧 因為他們當初也想到一件事 譬如說 如果你在名單上替補 那我排第一 馬仔排第二 我就辭職馬仔就做 是吧 那馬仔可以計 即是我們可以繼續搞 很多事情可以 他就想 一制不過 是吧 然後馬仔又辭 馬仔又第三個 不是一直無限延伸下去 我們訓練生人 去立法會 是吧 進去吵一年 馬仔走出來 幾個人 我們又會有另一種鬥爭的策略 所以現在的情況 殺傷力相對來說 就會變小了 這樣就通過了 但我們反替補方案的力量 相對就變弱了 絕對會 一定的 所以這個也是 政府面對這些所謂抗爭 他又會學乖了 那你換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都要小勝 在這一仗 是吧 取得了一定的力量步 可以這麼說 小勝 另外也是 但當然我們都不會收貨 他現在公佈的文件 我們就搞他了 你明白嗎 你來立法會 我一樣是搞你的了 最好就是明年 你現在在我們這個任期裏 我們一定是搞他的 所以問題就是 回答你剛才的 那個立法會議員的重要性 你看看過去這幾年 我們入了立法會 或者社民年有三個人 那個力量多大 當年長毛一個人 你不就下下走出去 然後就被人拼出去 沒有人說的 除了第一次之外 但現在不同 這幾年不同 當然現在三個變成二一 又有些問題 但我經常在想 如果一些路線相同 和想法一樣的抗爭 都是可以互相聲援的 我又不會太介意 人還人 過了去都是 始終如果大家抗爭的路線 立場一樣的 都可以互相聲援 否則的話 你會削弱力量 沒錯 所以如果社民年 可以正式和這些泛民狗賊 割席 即是 不要在那裏偷電 輸電 我覺得 有些議題都可以合作 我這個過去一直都是強調的 事實上 在很多客觀的行動上 已經是互相配合 但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 就是 毓敏你的去向 江山代有人才出 但是暫時這代就未看到 江山代有人才出 譬如昨天我們也分析了 我自己的預計 我自己的預計 往後這一年 如你所說政府可能比較乖 整個社會企業 是比較難鬥的 還有現在有一個最新的議題 就是本土化的問題 亦都是爛拿捏的 爛拿捏的意思是 不是說你容易拼得中 而是當中的論述的細節 有很多層次 如何擺置擺位 這牽涉到 我們現在正在做一個研究 還有我們會出一個政策文件 對於那些雙非人父 就是來港產治的問題 還有整個香港 其實這又回歸到一個 原本很基礎的問題 就是香港和內地的關係 這個香港和內地的關係 不是純粹經濟上的 那你對內地來的人 究竟是持了什麼態度呢 當然陳雲那個就很清晰的了 他一直現在 什麼都不說 只是說這個本土的論述 我覺得這個是有個好處 就是引起大家討論 原本放在那裡不說那些事情 那你也要拿出來說 當然也有出現一些 好像你剛才說的很複雜的事情 包括最近 對這些所謂內地來的人 那種仇視 或者有一些個案 你就當成全體 譬如最近入境處 又說他被陰間打 各樣等等 慢慢陸續有來的 其實會做 因為這個複雜的地方 就是他不單止是一個政策的問題 你怎樣處理 釐清兩地之間的權限的問題 那是直接牽涉到一個文化的問題 何謂香港人的問題 本土身份認同的問題 那要去處理這個問題 就不是一個 我具體這樣說 很簡單 公民黨就處理不了這些問題 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 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 那變成了 面對一個這樣的政治環境下 就是 翁敏你覺得 你現在盤算在考慮 那個 往後的崗位 或者路程 其實我原本的規劃 就是 譬如我選一屆立法會 希望可以用幾年的時間 譬如我們 能夠到那些 三十多歲 四十歲的人 可以在這個 在未來的選舉裡面 可以 在議會裡面 可以 潛一席位 就是 沒有雞 帶小雞 因為比例代表制 始終可以有這個機會 一屆之後 我們就 全心 搞這個論述 我會寫書寫文章 因為我很久沒有寫 因為這幾年就是為了搞這些事情 當然我每年都會有些書出 今年我都會出兩三本書 現在都在整 一個就是 四年任期滿了 我會出一本 立法會員的生涯 的書 另一本就是 《民主黨買港實錄》 未必用這個名字 講香港整個民主運動 跟五區公投政改 票債票償 近年這兩三年 由這三個運動 再去回顧一下